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位衣着飘然的绝妙女子 饶有兴趣地逛着街 左看看右看看 她的身旁寸步不离地跟着一个冷面男子 只要是女子拿起来问过的东西 那男子都会如数买下 没一会儿的功夫 男子手中已经提了很多物件 一直在前边兴奋着的叶青梅 转头看着五竹 先是愣了一下 之后笑着问道 小竹竹 你怎么拿了这么多东西啊 五竹淡定地回答 小姐喜欢 叶青梅咬了咬嘴唇 无语地说道 小竹竹啊 我哪只是好奇 闲逛就得这样 并不是问过的都得买 叶青梅多了嘟嘴说道 我在这里等你 你去把东西送回客栈 要不然这么多东西 我们还怎么逛呀 客栈就在我们吃饭的旁边一点点 很近的 你看你拿着这些东西 我想让你抱我的时候 你都没有手了 我就在这等你 你快去快回 五竹点点头 之后转身就走 叶青梅微微一笑 转身继续逛着 远远的叶青梅就看到了自己的店铺 锦衣坊 因为那里正热闹地摆着街市 叶氏衣坊成立之初 叶青梅就设计了很多有意思的环节 比如 每新推出来几款衣料都会上街市摆售 同时 会设计出几款适合新衣料的比较新颖的衣服款式 有喜欢的顾客就可以直接预定 因为这个形式大受欢迎 所以全天下的锦衣坊都一一执行 叶氏商贸在各国的经营都有专门负责人 他们只是每月汇总给叶青梅报告经营情况 所有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都是由共银学院负责的 因为这段时间 叶青梅一直在禁国 并没有过多关注自己的生意 此刻的叶青梅也好奇 这一季的锦衣坊会推出什么新东西 所以他循着热闹走了过去 走近时才发现聚拢的人群其实是有矛盾发生 他并不清楚情况 所以只能站在外围观看 只见锦衣坊前有一男两女在巡视 他们身后还跟着几个侍卫 加上他们衣着华服 一看就是强势之处 而正于他们辩解的就是锦衣坊的掌柜 掌柜身后站着三名胆怯的女子 巡视男子不屑地说道 我看上你们的衣料那是看得起你们 要知道我们用的都是天下最上等的御用东西 岂是你们是尽小名能比的 掌柜不卑不亢地说道 大人来到我们的锦衣坊 没有尊卑贵贱之分 消费者一视同仁 只要喜欢我们的东西那都是我们的顾客 那男子不耐烦地说道 喝着这么说了半天 我是白说了吗 我不管你们什么规定 今日我来了 我妹妹和我夫人看上的衣料就不能再收买给别人 掌柜还是耐心地说道 大人 我已经给您解释过了 如果说衣料刚摆出来您就全部购买了 那还好说 可是您来的时候这几位姑娘已经买过了 您说让我收回 那我们是绝对做不到的 那男子身旁的一个女子不耐烦地说道 哥 你听见了吗 小小一个衣服铺子就敢不把你当回事 我和嫂子怎么能和他们穿一样的衣服呢 说话中还用相当面世的眼神看着对面的人 掌柜坦然地站在那里平视着他们 那男子威胁着说道 听说你们是沁国的夜市商吗 两国刚刚合并 我姐夫可是最大的功臣 说着又指着自己的妹妹骄傲地说道 看见了吗 我如花似意的妹妹 未来可是晋亲王侧妃 与故国公主姐妹相称 你们小小一个下等商人 还敢跟我们叫呗 是不是不想在这讨饭吃了 掌柜微皱眉头 他身后的三位姑娘 眼看事情闹大 怯懦地走了 说着 三人就掏出手中的单具 赶紧递给掌柜 那男子的妹妹不屑地说道 还算你们识相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 竟还真想与我用一样的意料 掌柜刚想反驳 叶庆美从远而近地走来 淡笑着说道 锦衣法定期推出华衣美服 小女子遭遥耳闻 特来欣赏 果不其然 有收获 叶庆美 个子高挑 身材匀称 加之气质独特 服装设计又别出心裁 属于自带仙气的一类 只见他款款走来 路上行人 围观群众 都忍不住 多看了几眼 虽失望地 看不见他的面容 光听他的声音 也是婉转动听的 叶庆美来到掌柜身边 目光带人地 看着对面的三个人 微微一笑说道 我看公子 仪表堂堂 不知 出身何处啊 被美女欣赏 男子自然心中欢喜 自豪地答道 我父 乃刚刚上任的 航城之府 菜生 菜大人 叶庆美 微微一笑说道 快不得公子 记不凡 原来是出身高贵 小女子觉得 蔡公子以后 应该改良一下食谱 那您一定会更加高贵 众人疑惑 蔡公子也不解地问道 姑娘 何出此言啊 叶庆美 煞有其事地说道 公子 长鸡食肉啊 牙不值钱 得改吃素 那呀 就能更贵了 蔡公主拧眉疑惑着 叶庆美 微挑眉头 蔡公子的夫人 第一个反应过来 皱眉说道 你 你敢说我家大人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蔡公子挤人 这才反应过来 围观群众哈哈大笑 叶庆美 倒是淡笑着说道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店铺不管大小 也有自己的店规 既然有客人已经购买了 就要有契约精神 怎能因为你们的权势 去回接客人呢 蔡公子怒气地盯着叶庆美 蔡小姐憎恨地说道 哪里来的刁民 伶牙俐齿的 还敢辱骂我家哥哥 叶庆美笑着表示 刚听说 您是未来的晋王侧妃 与故国公主姐妹相称 蔡小姐一脸的骄傲 觉得叶庆美应该是害怕了 叶庆美微笑 表示故国公主 国色天香 有倾国倾城的容颜 静王也是气宇宣昂 两人更是情投意合 两情相悦 难道几日不见 静王也想改食谱 吃腻了山珍海味 想要试试香煎野味 一句话 众人大笑 叶庆美不嫌不淡地讽刺 气得蔡小姐发狂 叶庆美淡然地看着她 蔡公子阴狠地说道 上 给我拿下这个妖女 给我揭开她的面纱 我倒要看看她的丑样子 叶庆美站在那里淡淡地笑着 一动不动地看着冲过来的两个侍卫 侍卫的手还没来得及碰到叶庆美的面纱 一根铁杵毫无预兆地出现 打飞了侍卫的手 只是轻轻一挑 两人的胳膊似乎就已经断了 随着侍卫的痛苦喊声 一位冷面男子出现在叶庆美身边 此人浑身寒气逼人 威慑力十足 一时间对面的几人都愣在那里 来人正是五竹 此刻叶庆美自知自己没有在原地等五竹 又差点挨打 她肯定生气了 马上讨好的笑着说道 小猪猪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赶来的 五竹低头看着叶庆美 只有这个时候 她身上的气息还正常一点 平静问道 欺负你了 叶庆美立刻委屈地点头 五竹瞬间冰冷地面对蔡公子等人 虽然没有动作 但是却让对方心生恐惧 浑身哆嗦 叶庆美看到他们的怂样 都不屑让五竹动手 他拉过五竹的手 轻声说道 算了 几只蝼蚁 哪里用得上你动手啊 我心疼累到你 对面的蔡公子愤恨地说道 你们等着 本公子自会带人过来 绝不会放过你们 说完 转头带着家丁 就灰溜溜地走了 掌柜身后的顾客 轻声地说道 姑娘 我们退了订单就是 何必为了我们 得罪权贵啊 叶庆美微皱一下眉头 之后淡笑着说道 人生而平等 何来贵贱之分啊 既有规矩 就不能因为惧怕权势 而随意更改 坚持世间 自有真理 公平 自在人心 话音刚落 叶庆美就已向铺内走去 独留众人 愣愣地想着他刚才的话 掌柜紧跟其后 进到店铺 首先恭敬地行礼道 属下 给主子请安 叶庆美撇撇嘴 本来还想微服出巡 不曾想 还是让人认出来了 笑着说道 我来此的消息 不要张扬 我也不过是随便逛逛 掌柜赶紧点点头 叶庆美问刚才这位蔡公子是什么情况 掌柜恭敬地回答 他父亲原是阳城之父 原来晋国的这些城里 除了皇城 就是这杭城经济最好 这都要感谢这里的知府 朱坤大人 这次晋国归顺庆国 彭宰相作为首领大臣 是有功的 这新上任的蔡生大人 正是彭宰相的岳父 叶庆美点头 问道 他是因为彭宰相 才来到航城 那航城原来的知府 去哪了 掌柜叹着一口气 说道 这朱坤大人 一心未明 任劳任怨 把航城治理得这么好 也是给别人做了嫁衣 被调去了阳城 叶庆美皱着眉头 瞬间明白了 这蔡生 仗着是宰相的岳父 就抢了别人的富足之城 把自己的烂摊子 甩了出去 掌柜连连点头 叶庆美点点头道 本来还想让江南郡 成为理想之地 这么快就有裙带贪官了 示意掌柜被笔墨 要飞鸽传书 去公主府 掌柜立刻拿了笔和纸 叶庆美快速写道 陈平平 收到信件 速来航城 如故客栈 叶庆美把信 放到信哥腿的桶里 五竹出去把信哥放飞 叶庆美又简单地 跟掌柜聊了一会儿 夸奖了他今天活动举办的挺好 又能不卑不亢地保持原则 之后 叶庆美就和五竹又出去了 晋王从边疆被送回皇城时 荣王本来是安排他回晋王府养伤的 奈何故国公主不同意 他要亲自照料 所以昏迷中的晋王被直接抬进了公主府 今日荣王得到消息 晋王已经苏醒 所以他放下手中公事 带着陈平平和范健 直接去了公主府 晋王醒来 对当前局势还蒙蒙不懂 公主给他讲完 他还有些不敢相信 直到荣王等人出现 晋王这才真的相信 晋国已经归胜了庆国 荣王笑着表示 晋王是最有福的 这一伤伤得也最值 昏迷当中 福底有了 身份有了 最重要的就是家人在测 从此可是最幸福的了 荣王的一句话 倒是让大家轻松一笑 唯独故国公主害羞了一些 晋王看了看娇艳的公主 也挠挠头 谈笑风声间 又随从送进来信歌 费界一眼认出 那是自家主子生意上用的专用信歌 荣王用眼神示意了一下 随从赶紧把信歌报给费界 费界迅速地打开信件 看了一眼 直接递给了陈平平 陈平平愣愣一下 看了看荣王 赶紧拿起信件递给荣王 表示两国刚刚合并 小姐估计是怕王爷繁忙 才给自己传信 荣王看了一眼 淡淡地说道 青梅让你去 估计是有事情需要你做 那你即刻启程吧 别耽误了青梅的要事 费界笑着说道 既然晋王已经苏醒 那在下也去找主子复命了 没等晋王和荣王说话 公主赶忙询问 晋王刚醒 费大人此刻离开 要是有什么事怎么办 费界笑了笑 表示药材都已备好 现在就是静养 有上官静留在这里 不会有问题 众人听吧 功声告退 陈明斌和费界 两人各骑一匹快马 火速向航程赶去 精彩剧情 我们下集再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